今天是2020年的4月9号 昨天说今天不重要啊 今天确实不重要啊 也没有穿轴 昨天是负20 今天是负9 看这个值啊 DF值负9 参数4 25和4 距离零轴 无限接近 但是呢 如果想穿零轴 咱们学员做了模拟K线 对吧 数值是多少 数值是多少 2835 对啊 大家都说对了啊 2835 今天收盘是2825 也就代表了 明天比涨10个点 才能穿舟 对吧 涨10个点 今天才涨10个点 所以 结论是什么 明天穿轴 是小概率了 对不对 对吧 明天穿轴 是小概率了 因为它得涨10个点嘛 如果是平的话 就是各50%嘛 对吧 就是平 就是什么叫平呢 就是今天的收盘 明天开盘 你明天的收盘 就收到今天的收盘 不涨不跌 这个时候呢 就 平 概率各50% 如果 今天 我说了 今天如果是大涨的 但没穿轴 明天 阴线都会穿轴 能理解吧 比方说今天涨到 我们说今天的量化标准是2855点 是吧 明天的量化标准是2835点 但是如果今天涨到2854点 大家可以做这个模 你可以想 先把今天调成2854 然后再生成下一根线 然后你就看明天 就是小阴线 它也会穿轴 小阴线也会穿轴 所以今天有一学员说 说这个小阴线也穿轴 这件事 我一看他就是很 很专业的了啊 很了解这个事啊 很了解这个事 10个点很容易啊 对 你涨10个点容易 那跌10个点 是不是也容易啊 但是涨10个点才能穿轴 就代表 它是有条件的 对吧 有条件 它就是小概率了 它的概率就不到50%了 好吧 所以呢 这个明天要重点注意一下啊 就是到明天收盘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啊 这个呢 上周五啊 我们说90分钟穿轴 上周五是下午的两点 但是下午的两点 没有穿轴 上周五下午三点的时候 也没有穿轴 结果 次日穿轴 次日穿轴的位置 要比上周五好多了 注意要好多了 因此呢 就是你没必要费的 让大盘明天穿轴 对吧 没必要 明天愿意穿就穿 不愿意穿 就歇个周六周日 休息个礼拜天 下周好好穿 对不对 这跟上周五不一样吗 上周五本来我们原计划呢 是上午11点 然后改到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之后又没穿 那么就改到本周 第一个交易日的开盘 10点04分 对不对 差异不大 对吧 差异不大 第二个 大家再看这张图啊 再看这张图 我说日线穿轴 跟90分钟穿轴 空间上 其实你看这两天 一直是横盘啊 空间上相差不大 但是意义是不一样的 这两天啊 90分钟线跟日线呢 它这个差异不大啊 差异不大 但是空间上差异不大 性质上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空间上差异不大 性质上完全不一样 因为如果是90分钟的4 后面对应的 就是90分钟的5 如果是日线的4 后面对应的 就是日线的5 对吧 那可不一样 那可不一样啊 所以呢 这个对于5的级别的判定 是不同的 但是我认为呢 就是90分钟穿轴 迈两成 等日线穿轴 再迈两成 这是最佳操作 好吧 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10天前啊 就这么说了 这波下跌啊 再看这张图啊 下跌是跌12天 上涨到今天 刚好12天 我昨天也说了 我说如果走5的话呢 5通常有可能是12天 12天 就是跟3差不多嘛 1是10天啊 1是10天 这个是10天 然后12天 这波到这是14天啊 这是14 就上升了2月4号之后的上升14 14这个高点 再到这个3月5号的高点 这是9天 14加9呢 就是23 23除以2呢 就是啊 12的 就是也是12 接近12 呃 但是呢 这个反弹 由于它的速度比较弱啊 同样是12天 你看这个12天 它跌到这儿 跌一个区间 但现在目前的12天 反弹还没有到半个 注意啊 没有到半个 接近半个 我们这一波就说 它有可能到半个 就是半个区间 这都是提前说的啊 都是提前说的 因此呢 就是说 这波反弹 到目前为止 跟我们所判断的 基本一致 基本一致啊 那么现在还差一个 日线的穿轴 日线的穿轴呢 就是明天 这两个 日线上 我们只能从上证指数 看日线 因为 3月5号的低点 是低于年前的 所以呢 它能够画出 123 所以才能判断 这是不是4 对吧 你再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这点是创新高的 这个点啊 这个点是创新高的 2月25号 因此上证指数 不能从这儿画 1然后2然后3 现在是4 画不出来 日线浪行 所以上证指数 只能是90分钟的 1 2 3 然后现在4 90分钟 能理解不 今天有人问 老师为什么 上证指数画日线 生成指画90分钟 因为上证指数 画不出90分钟 生成指也画不出日线 所以我们这一波呢 就是 生成指的90分钟上传 上证指数呢 日线上传 作为减仓标准啊 作为减仓标准 明天如果涨 比方说五六个跌 那就后天就会更接近啊 如果明天是下跌的呢 后天穿着的难度也大 就还得往后排 注意啊 还得往后排 就不一定是下周一 也有可能是下周二 或下周三 这不关键的 对吧 这不关键的 你等他什么时候穿轴 什么时候减就完了吗 对不对 今天有人 有学员还想提前减的呢 我要跟他说 别耍小聪明 你说上周五 本来上周五 咱们定的是下午两点 对吧 没穿轴 没穿轴 本周是不是位置更好 那你干嘛非得提前呢 什么时候穿 什么时候减呗 不穿就不减了 对 说不定位置更好的 如果不穿代表什么 代表 这个浪行 无法确定是日线级别 只能确定是90分级别 好吧 无法确定 耐心点 耐心点 但是空间相差不大 就是上周 就是本周二上午10点04分 减仓的那两层仓 跟日线穿轴减仓的那两层仓 空间相差不会太大 所以这不是关键啊 这不是关键 关键就是 这个四的反弹 我们得减 管它是90分钟 还是日线的 先减了再说 但这也不是关键 对吧 这也不是关键 关键就是 四的敢买 好多人不敢买的 年前疫情也好多人不敢买 年后国际疫情 也好多人不敢买 咱们其实 疫情归疫情 该买咱们买 是吧 你要听这个国际疫情 国内疫情 那能吓死人 啥也干不了 啥也做不了 投资这件事 从闲不从重 对吧 别听大多数人怎么说 别人怎么说 没用 听多了 你做不好了 少听你才能做得好 好不 万一五浪心地一带 日线顿化就傻眼了 有啥傻眼的 大小的闺蜜 有什么傻眼的 我们现在比方说 减完之后 剩六成藏 对吧 好 再往下走 创新地 在日线底部顿化 有什么傻眼的呢 我们有四成藏 是二月四号买的 有四成藏 是三月十九号买的 三月十九号买的 我们还逢高 卖了两成藏 对不对 那剩下的两成藏 是不是扛风险能力 就更大了 我们就算没有风高卖 三月十九号的买入 三浪低点的买入 扛到五浪低点 风险都不大 况且还是只是六成藏 我们都不算说风高卖掉两成藏 因为这两成藏 毕竟还是 有点小利润的 对吧 能理解不 啥事都没有 怕什么呢 注意啊 大家 你想怕什么 怕 低位你不敢买 高位你得追 对吧 你说三月十九号不买的 你今天怎么办 昨天怎么办 这几天就会天天挺难受的 因为它涨了12天了 12天啊 你追不追 你买不买 现在来讲 你那个考虑你买不买 你现在一买就有可能错 对不对 年前那个也一样 国内疫情 二月四号你说 我说这个咱们得买入 咱们如果二月四号不买 那十四天的上升 直接横跨一个空间区域 上涨速度贼快 你受得了吗 趋势 两个趋势突破 你受得了吗 你受不了买进去之后 到现在那就是巨亏 对不对 那有些人说 那我趋势破位卖出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把自己看得太好 二月四号买入的趋势破位 你敢于卖出 你要追高买入趋势破位 你是舍不得卖出的 能理解过 心态完全不一样 我们三月十九号抄的底 这个地方我们还敢减 对不对 咱们要三月十九号没抄底 你满仓被套 你现在你减吗 你减不减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交易是一个过程 它有因果关系 对啊 它有因果关系的 所以后面有五啊 我房子不就是后面有五吗 你说我这一大气 整个这四浪操作图啥呀 图什么 那房子 咱们房子不就是后面有五吗 对不对 咱们就干这个活了呀 后面有五啊 怎么怎么样 日线那就麻烦了 日线有敦话 后面有五 那你们就投着乐吧 能超于最低点 我现在不怕正常的五 我现在怕不正常的五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不正常啊 第一 国际疫情再来第二波下跌 国内的跌速极快 国内的跌速极快 比这个国内疫情 国际疫情的第一波下跌 国际疫情的第一波下跌还快 那就是异常的 注意啊 异常的 太多异常的行为了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就是这个速度还是很关键的 好吧 那如果要走一个正常的五啊 那就阿弥陀佛吧 如果走一个正常的五了啊 缓速下跌 跌12天 你看这个这波反弹一半啊 这个空间区域的一半啊 很有深意 就是如果反弹一个再往下下 很有可能还下一个 但是他反弹一半 12天的下跌跌了一个 12天的反弹反弹了一半 再向下走的时候 速度一定会比 三浪慢 不说一定啊 说大概率 绝大多 绝大的概率 会比三浪慢 能理解不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不 那就代表了 往下就是降速 不往下呢 就是驻底成功 不往下 3月19号就是最低点了 咱们3月19号入场了 年前24号最低点 是吧 年后24号最低点 那一波 咱们2月4号入场 选的这些点啊 都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来讲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C没结束 没到上升周期呢 没到上升周期 大家不赚钱 对不对 这最大问题吧 今天有人说 老师赚钱不是硬道理吗 我说废话 谁不想赚钱 你说我不想吗 我还指这Carmboard了 谁不想赚钱 问题是你怎么才能赚到钱 你如果就是 这个春节之后 就今年过完年之后 到现在 国内疫情加国际疫情 这两波 你如果没有一定之规 没有交易规则 你将死得很惨 现在我觉得你们 如果现在的这种结果 还不能接受 那就有点要求高了 咱们的操作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对吧 这里边唯一没有做到的 就是唯一有一个地方 有瑕疵的 就是顶部 3月5号那个高点 没有结构 但是我们没做错什么呀 没结构 那就是没结构啊 我不能画个结构出来吧 那你说我有什么招 那没结构 那就没结构呀 这里的反弹 如果继续的话啊 就是我们 我们将来还得看 这个 这个 这个五浪的速度 这个速度 还是很关键的啊 如 因为它现在有时间了 就是12天 这12天挺关键的 12天 他们计算一个 这个大概的速度 比方说跌3天 那么后面还有9天 那么跌9天 后面还有3天 跌12天 那基本速度就定型了 对吧 速度定型的话 可以判断它是否创新低 就3月19号 就是说后面有5 它应该是创新低 对吧 但是 它有的时候呢 这个 它不一定是5 它有回调 但不创新低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另外一回事 你比方说 19年1月4号 驻历史性大地 我当时也是这么跟学员说的 然后我说 涨一波横跨两个区域的上升 然后进二退一 退一会长时间 对吧 ABC的退一 但是 不创新低 不创新低代表 ABC走完 我就是三 创新低 ABC走完 后面是一 一 没有三强 这就是为什么说 C浪的低点 其实不创新低是好的 那么你说这里一样啊 3月19号 到现在反弹 反弹之后 对应的调整 创不创新低 不一样 对吧 不一样 我们只是说什么 咱们要做最大的限度的保护 即便后面有五 最差的走势就是五 不一样 没有更差的 最差的走势就是后面还有一波下跌 日线级别的 创新低的 这就是最差的了 你要把最差的那种情况下考虑到你还没事 那这个操作就算防守性很强啊 防守性很强 我说了就是目前来讲的就是说 国际疫情一个有效连续的下跌导致 C浪没结束 对吧 上升游戏没来 这是最大问题 大家不赚钱 那就等着呗 ABC总得有个头吧 这都一年了 去年4月8号 今天4月9号了 这都一年了 那总得有个头吧 对不对 大家想想 ABC时间越长 横起来越长 将来竖起来越高 所以我现在呢 不判断两个区域了 我如果下次再讲公开课的时候 我就直接改成横跨三个区域 不再横跨两个区域了 我觉得两个区域不够 对称性到不了 不管怎么走 对称性都到不了 能理解不 所以我认为横跨三个区域的概率比较大 老师有多高 刚说完呢 竖起来跨三个区域吗 耐心点啊 耐心点 这一波咱们做的还不错啊 还做的还不错 底部抄底 然后昨天减仓 毕竟速度呢 它已经走了12天 12天跟上升的12天形成对称 也就代表了 如果是反弹的话 近期可能就有高点 反弹高点了 行情远不止5000点 你别闹 我说的康波是一定创6124新高的 创历史新高的 你们能理解什么叫创历史新高吗 就是历史上 中国股市历史上 所有的高点都会被刷新 这就叫创历史新高 真的吗 记录就是用来打破的 道江苏打破多少个记录 从几十点干到三万点 你说打破多少个记录 如果有五可以清仓等待吗 这个学员的问题啊 如果有五可以清仓等待吗 你如果确定有五 你甚至可以做空股指期货 问题关键就是不能确定有五 这股市哪有确定的事 你告诉我 所以我们所说 所有的这个努力都是大概率 对吧 3月19号买入 我说这大概率这个地方注底 大概率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反弹 这只是大概率 没说一定 你这里的高点 我们只是说大概率反弹结束 没说反弹一定会结束 而且不能 孤注一致的去超五浪底 我说了 反复说了五遍了吧 五遍以上了吧 孤注一致这个词 我至少说了十遍了吧 我说你啊 整个ABC一年 这个五可能就十天 你非在这个阶段给他清仓了 逮这十天的底去 逮不到怎么办 这位同学 你逮不到怎么办 这一年功夫白搭呀 最后十二天 我觉得你 你扛过去倒是行 你说我这三浪低点 我这四浪反弹我就不卖了 反正我 二月四号买的 和三月十九号买的 这两个位置买的位置就是低 我觉得没事 你扛过去倒是行 但你要说你空仓 为了回避这 ABC的一年多的下跌 最后十二天 我说你这脑子 这肯定是不怎么灵光 市场不缺机会 有个学员问 这句话怎么理解 每天都有机会 但 注意啊 但 你要把握属于你的机会 能理解不 冰冰漂亮 但它不是你的 每天都有机会 但它不是你的 你如果想把握属于你的机会 是需要两个字 耐心 对吧 其实这波下跌 我们挺有耐心的 一直等到三月十九号 然后反弹也挺有耐心的 对吧 那没有耐心的 两天就跑了 咱们一直拿到现在 拿到这个本周九十分钟穿轴 我们计划九十分钟穿轴 卖出 我们也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也是这么计划的 也是这么执行的 对不对 所以股市不缺机会 缺的是耐心 那现在来讲 我们还需要一个耐心 就是等日线穿轴嘛 那没准明天就来了 你干嘛费着今天那啥呢 对不对 这里呢 注意啊 这里呢 呃 我们一开始判定的就是反弹 目前来看呢 这个判定 因为从速度的角度来讲 跌十二天 跌了一个 反弹了十二天 反弹了半个还不到 对吧 从速度的角度来讲 反弹的判定是没有错误的 就是定性没有错误 时间 低点 穿轴 这些呢 都是提前很久就做了这个判断的 十多天前就做了判断的 这个判断呢 也没有错误 现在呢 就是说 等着 主要等着 五来不来 怎么来的 什么样的下跌 什么速度的下跌 会不会下跌 等着 是吧 什么也不用做 好吧 明天 定量标准2835 涨十个点 穿轴 穿轴 则 再减两成 不穿就等下跌 很简单 买不买 注意啊 不买 突破趋势也不买 我们这边防的就是防突破趋势 假突破 对吧 我们也不能判定它是一定是假突破 注意啊 因为这个档口 突破趋势一定会穿轴 能理解不 如果突破趋势一定会穿轴 穿轴的话 应该卖出 对吧 那突破趋势应该买入 我们先 卖出 如果穿轴不对 然后再买入 好吧 这是个逻辑问题啊 逻辑问题 不多讲了 16点03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